太阳从远到近的顺序排列 土星位于八大行星的第六位 这是一颗气态巨行星 主要由氢组成 此外还有少量的氦与微量元素 其内部的核心包括岩石和冰 外围有数层金属氢和气体包裹着 虽然同为太阳系的八大行星 但是土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因为它拥有一个极其美丽且梦幻的土星环 那么假如宇航员们在太空中 观赏土星环的时候 一不小心坠入土星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哪些情况呢 首先当意外来临时 即便是心理素质极强的宇航员 同样会升级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 但接下来你会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幕震惊 从而慢慢忽视这种恐惧 在落入土星之前 你会经过那道令你痴迷已久的梦幻星环 此时你会发现 那个无比梦幻的星环 其实就是由无数碎石和冰块组成的巨大环带 如果你足够幸运 没有被这些碎石和冰块积的话 那么恭喜你已经成功躲过了一届 但接下来你会发现你的身体 在眼里的作用下坠落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能够达到一千米每秒 而此时你所看到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壮观 那是一个由大量氢氨所形成的大基层 此时你已经抵达了土星的表面 那里的温度差不多达到零下191.15摄氏度 不过在宇航服保护这个温度不足以伤害你的身体 但是15分钟后 你会感觉外界的温度开始有所缓和 但是你的视野会越来越模糊 因为你已经成功抵达第一层氨云的底部 并开始进入有硫化氢氨所构成的深棕色硫化层 而且这里的气压已经明显高于地球表面 当你追入土星两个小时之后 你已经成功抵达土星大气层的第三层 在浓厚的大气层的包裹下 阳光已经无法穿透 因此你除了能够感受到周围肆虐的狂风之外 什么也看不到 突然性的失明可能会给你的心理带来巨大的紧张感 不过比起黑汉 更可怕的是那些狂风 如果没有宇航服的保护 这些肆虐的狂风足以将你的身体撕碎 好在黑汉只是一时的 因为熬过一个钟头的黑汉 你已经来到了传说中的黑水冰云层 虽然阳光同样无法抵达这里 但是云层中的闪电会给你提供光源 不过进入这个神秘的冰云层 也就意味着你得承受巨大的压力 因为这里的大气压相当于十个大气压墙 并且周围的闪电随时都可能将你击毙 即便你成功穿越这片区域 也不意味着你的好运就开始了 相反更大的灾难还在等着你 接下来是一个由数层金属氢和气体包裹着的世界 这里的温度已经达到100摄氏度 而且大气也越来越厚 你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但是越往下你就会发现温度和压力越来越大 终于温度飙升到9000摄氏度 那些遍布在周围的氢气也还是被压缩成液态 而你也正在承受着100万个大气压墙 当你追入土星10个小时后 你终于来到了这个星球的核心部分 层室的温度已经达到上万度 至于密度和大气压墙已经无法计算 而此时你的宇航幅也再也承受不住压力 随着宇航幅的崩溃 你也在瞬间被压成了碎片 所以说不要以为气带巨行星 就真的只是一些虚无缥缈的气体 以为自己掉下去就会穿越而过 事实上气带行星比累点行星更加可怕 还记得伟大的卡西尼号吗 这是一颗由欧美共17个国家共同研发的土星探测器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环绕土星飞行 对土星及其大气光环 卫星和磁场进行深入考察 卡西尼号于1997年10月15日成功发射 整整工作了20年 直到2017年9月 以为燃料即将耗尽 为了不对土星周围 可能存在生命的卫星上造成影响 于是卡西尼号就在人类的指挥下向土星飞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颗伟大的探测器 焚毁于土星的高压高温之下 看到这里 你还会觉得人类掉入土星 还有生存的希望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